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人抱住小孩 往出口方向逃 再看一次这个惊险画面 俄罗斯的马戏团表演途中 一只失控的鸵鸟 跨过围栏 直接冲向观众席 造成一阵惊慌 最后在训练师的驱赶之下 才回到舞台中央 鸵鸟看似温寻 但其实狂奔起来 时速可以达到七十公里 力量十分巨大 如果被他们有力的双脚一踹 更是不得了 之前也曾经发生过 鸵鸟攻击人类的事件 只见鸵鸟直接用双脚 将人类撂倒拼命攻击 最后还是靠着旁人贺阻 才把鸵鸟赶跑 看似温寻的动物 其实都有野性 人类如果轻易挑衅 最后受伤的反而会是自己 下个新闻徐少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